HELLO HELLO 2022年9月15日 大家記住這個時間 世界已經改變 徹底改變不能逆轉 動盪時機已經來臨 軍事發 聲問 講完 講完了 為什麼? 上俠組織發表了 撒馬爾罕宣言 上一段片大家可能會知道 但是看看歐盟又怎樣 7月做了些事情 但是9月 又是14、15日 又做事 就令到這個情況 也不能避免 聲問 對抗 看看怎麼說 7月 十幾日的時候 歐盟新任大使 支持中國大陸和平統一台灣 台灣外交部說 互不遞所 外門報道稱 歐盟新任駐中國大使 阿爾巴里亞立宣稱 歐盟不捍衛台灣獨立 而是支持和台灣統一 外交部今天 7月19日 重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互不遞屬 中國大陸政府從未統治台灣 唯有台灣人民選舉的政府 才能在國際間代表台灣人民 說得清楚 台灣就說你一天都沒有統治過我 我們是選出來的 還有 如果一說到 中華民國 就更大 所以這個就叫做大 他沒有這樣說 繼續說 阿爾巴里亞立在接受西班牙媒體先鋒報 訪問 被問到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看法 他提到 大陸已看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後歐盟美加日韓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制 且對這種團結的反應感到驚訝 他不是說台灣可能是下一個烏克蘭 台灣是多山的島嶼 不像烏克蘭擁有廣闊的陸地邊界和平坦國家 這代表什麼 你要打他 首先要過一個海 還有很多山 你是不是能登陸先呢 媒體追問 若大陸對台灣侵略 歐盟將如何應對 阿爾巴里亞立回答 歐盟不主張 或捍衛台灣獨立 而是支持和平共一 他說 我們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但說 如果發生軍事入侵 我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 歐盟已表明將與美國及其盟國一起 採取現在對俄羅斯相同甚至更嚴重的舉措 聽聽明白嗎 對於阿爾巴里亞立的這番言論 歐盟駐台灣機構 歐洲經貿辦事處 尚未對此作出回應 歐盟6月底任命了阿爾巴里亞立為新任駐中國大使 他原定9月上任 7月呢 就接受訪問了 阿爾巴里亞立是西班牙駐日本大使 曾在西班牙政府擔任歐洲事務大臣 大家要清楚知道 這個是歐盟在中國駐華的大使 他有這樣的看法 是不是即使歐盟都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否則怎麼這樣說 他代表歐盟的嘛 大哥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剛安今天在例會指出 外交部注意到相關言論 特別要澄清說明 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 愛好和平 高度發展成熟的民主國家 我國和歐盟共肯自由民主價值 台灣戰略地位重要 不論是全球供應鏈 補給或第一島鏈扮演的關鍵角色 擺明告訴大家我多重要 因為第一島鏈的關鍵角色沒有了我 這套片拍不到的 第一島鏈上面的這套巨注來的 歐國安更加說 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層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 我們是選出來的 台灣作為歐盟共享民主自由人權 與法治的核心價值的理念新近伙伴 將既如以往有深厚基礎上 共同發展互為實際多邊的友好關係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大家講清楚的立場 這就是前奏 下一節回來講 就是主賽 Hello 世界大變局 講了的 有日子一定要大家清楚 有日子代表什麼 之後的就變成動蕩期 動蕩的情況如何 股票就會下跌 為什麼 因為動蕩 還簽了 4466 拆不可以拆就沒得拆的 為什麼 未上任就已經講了 歐盟 但是現在歐盟直接就是譴責中共實彈軍演 歐洲議會通過台海犯案 台海決議 德國之聲中文網站 歐洲議會週四 9月15日以壓倒性多票通過台海情勢缺移民 譴責中國在美國議長佩洛西訪台 對台展開的無史無前例的實彈軍鏈 並提供出60頁的主張 包括呼籲歐盟與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對 大不大鑊 一個字就大鑊 兩個字就叫大鑊 三個字就很大鑊 四個字就很大鑊 好了 又說完了 根據歐洲議會的一份聲明 台海情勢缺移書 Res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status of Taiwan 共獲424票贊成 12票反對 46票棄權 除了譴責中國對台開展實彈軍演之外 聲明還寫明得很清楚有鑑於台灣作為 志同道合的歐盟伙伴 他的戰略貿易地位 以及全球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園的 全球供應鏈中佔有主導作用 議會呼籲歐盟加強與民主治理賭罪的關係 決議聲明以立陶宛為例 稱歐洲決議議員 歡迎立陶宛宣佈 將於2022年秋天 在台北設立貿易代表辦事處一事 並表示尚未在台灣設立貿易辦事處的歐盟國家 應該以立陶宛為榜 真的不知道怎樣 中國的外交部都不知道怎樣 堅決反對有多少次 可能二十幾次 加強與台灣的雙邊關係 歐洲議會議員也重新要求歐盟委員會 毫不拖延地與台灣當局就雙邊投資設定啟動影響民股 公眾諮詢和範圍的定界工作 聲明還稱歐洲議會議員承認歐盟持續維持其原則性的一個中國的政策立場 作為歐中關係的基礎 歐洲議會重新立場 則不是單方便改變台海現象 反對使用威脅使用武力 與此同時 協議民本還強調在民主的台灣島嶼上面 要怎樣生活是由人民來決定的 是說台灣的人民 此外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 以民也要求歐盟盡快與台灣談判簽訂 雙邊投資協議 協助強化台灣 直盾 即使 即使半導體 保障 還要保障台海安全 持續派 歐洲代表團去訪台 該會 也希望歐盟委員會 更改台灣 歐洲經貿辦事 改名 反映雙方 更廣泛關係 即是 不是情人 是啊 不是老朋友 不是情人 簡直 喂 她是我的女兒 只是未註冊 報道 報道補充說 事次 決移民 不像 2021年 歐盟與台灣 政治合作關係 移民 那樣 直接建議改名 以避免台灣 正式 名稱 敏感性 中央社指出 雖然移民 對行政部門 沒有約束力 但如同 台美關係 進展也是 透過無數次的國會 發動 塑造形勢 美國參與 以外交委員會 才得以通過 台灣政策法 你想想 這個看著台灣政策法 一齊來做 做到現在 那就是 歐洲議會 會通過最新的對抗決議 也會 視台歐關係上 走上 新的局面上 一塊顯著的地磚 那就是怎樣 歐盟就是跟著美國做 跟著美國做 就是想國際舞台 Once 這件事 就是中國最忌憚的一件事 好 下次再說